音樂 前陣子呢 我在群組 還有直播 都有觀眾朋友 就是請我們拍 怎麼佈置幼鳥的飼養環境 然後因為我常常看到 一些新手他的環境布置 不是這麼的理想 那根據一些比較有經驗的人看到 真的是會有一種快吐血的感覺 所以既然大家要有要求 那我們同樣也有這樣子的感覺 所以我們就想說來拍這部影片 今天呢就來告訴大家 幼鳥的環境要怎麼佈置 那除了環境清潔跟溫度濕度控制之外呢 怎麼樣讓它的環境呈現一個很舒適的狀態 然後怎麼讓幼鳥的腳啊 這些的發育不會受到影響 那今天這一步就帶大家來了解一下 每個人都菜過啦 像我們早期不會養鳥也是菜過 那我現在接觸的東西是跟你們新手 包括一個一般的鳥養一隻鳥的器具完全是不一樣 那這個東西我跟你們講 你們也不一定去用不出來 有辦法用得到 可以買但是我覺得你們還是用一個最簡單的方法 對對對 我直接帶過啊等一下會講 我們在用是用那種不鏽鋼的敵網 就是大量在養幼鳥的那種不鏽鋼敵網 然後快速可以換便盆又乾淨的 對那一般鳥有現在我要講的是 一般人就是用紙箱 那紙箱保溫效果好 然後它也比較吸濕 對 你用塑膠盆的話 它其實你不太會去布的話很容易黴菌 喔我之前早期有養一隻紅菱 然後我那時候觀念不足 那時候的環境布置是那種壓克力香 然後再加木屑 然後木屑因為它們西密的大便中噴的 對 然後加上幼鳥因為喝奶所以大便水分比較多 如果再燜住的話 又溫度下去保溫燈 那又溫天氣濕度又高 你又不懂的話 那就很容易黴菌感染 對那時候那一隻 最後好像是念珠菌 念珠菌 它就是黴菌感染起來 對對 所以你看為什麼在講 都會講一些你們懂的 我不會講我 我可以用塑膠盆 我可以用壓克力 但是你要懂 溫濕度到底要怎麼去控制 那這個會稍微比較專業 我稍微帶過 你們家有辦法去 記得溫濕度沒有辦法控制 你一定要通風 那通風不是拿電風扇吹幼鳥啊 那個會感冒啊 是可能我們窗戶打開 然後裡面不悶 然後有空氣流動 那你就算有電風扇 真的很悶 有電風扇要吹也是吹 上面要換氣用的 不是吹幼鳥 切記啊 就是準備一個紙箱 然後裡面的話 我建議如果在30天左右的 我會建議放那個 廁所那種防滑墊 那防滑墊下去的話 如果在30天 一般幼鳥都有辦法去站 然後也比較安全 然後換氣上 比較乾淨一點 就防滑墊底下 可能可以鋪個報紙什麼的 你知道報紙也可以啦 因為有些人他說什麼報紙 他有什麼幽默的疑慮 那你如果再隔一層防滑墊 幼鳥不會直接接觸到報紙 相對就比較安全 你說實在的你說幽默也是對 但是 早期的人用幽默養了那麼多鳥 好像也養了長命百歲 好像也是 所以這個幽默到底要攝取量多少 其實 沒有辦法 但是也不用拿放大鏡 特別去找那個幽默 我剛剛講的喔 防滑墊 可能很多鳥都可以用 我抓和尚跟金太陽幼鳥 和尚的鳥本身在幼鳥 使其他的腳比較沒有力 就同年紀 假如以30天和尚跟30天金太陽 你用 你用廁所那種防滑墊 金太陽是可以喔 但是你如果用和尚放上去 不一定OK喔 就是他可能會造成長時間在推的時候 會造成外巴 因為他沒有 太滑了 所以你在和尚養幼鳥的時候 你如果發現那個幼鳥的腳 好像比較容易打直 那你在指滑墊上面再加一個面子 或者是西洋面子 餐巾子 就是讓它比較 有辦法抓 抓我不要讓它那麼滑 那如果是金太陽太陽科 那種鳥比較 骨架比較強 他可以直接放了 他就抓了 還可以在那邊走 所以你要去觀察那個幼鳥的狀態 他是火的 我只是講一個概念給你聽 然後最重要就是那個保溫燈 每一隻幼鳥在養 不管冬天或夏天一定要有保溫燈 只是插在保溫燈架設的位置 是遠還是近 然後冬天到了 你可能保溫燈 燈頭要移近一點 那夏天比較熱嘛 但是他可能是早上日夜溫差大的話 你還是要稍微保溫燈固定在一個角 然後偏遠一點 不要距離鳥太近 那這樣他那邊有一個溫感 如果他的溫度上變化 他還會跑去那個角落 就是像我們前面講的 就是架縮在籠子的其中一個角落 或者是箱子的其中一個角落 讓他有一個暖區 跟常溫區可以自由選擇這樣子 那他如果覺得冷 就跑去暖區 覺得熱就跑到常溫 那我們一般現在 我幾乎沒有在用保溫燈 那除非是幫人家帶養 要不然我們都是用保溫箱 那我也不可能你養一隻幼鳥 叫你買一個保溫箱 下一個階段就是學吃階段 我們在講的是45天以上 到斷奶這個期間 那我建議就直接 紙箱就不用了 直接進入籠子 那像前面有講的就是金太陽那種 腳如果他們比較強重 有辦法直接站立或抓握的話 也可以用籠子加防滑地墊 不要讓他腳掉下去就好了 是可以啦 那比較透氣啦 所以你在家養幼鳥的環境 其實要挑一下 不是直接擺在一個風口 然後很透氣又在那邊吹 那很容易有感冒 就是45天到學吃 到咬成鳥之前 斷奶前 全部可以用籠子 那籠子直接用保溫燈 裡面 就直接擺飼料了嘛 然後架設一個水平 對 然後 時間到餵奶 如果說鳥它本身的腳 跟籠子的孔隙差距太大的話 就是籠孔隙如果太大 你也可以加防滑地墊下去 防滑地墊真的算是蠻好用的東西 蕭北都買得到 是好用 那我們剛剛講的是小型的 如果你養的是灰鷹5 折中金剛八丹 那這種東西它的籠子 就是一定會稍微大一點 然後也是直接加防滑地墊 因為他們腳有時候會到籠子底下 也稍微會折到很危險 對 用鳥的時候會硬拉 它卡住了它會硬拉 然後主人如果去上班回來 有可能會折斷 對 是真的阿 它直接折斷拉 然後我最近也看到一個 就是很多人會來問的問題 就是他們家的鳥在血池階段 可是 他說為什麼鳥都不吃東西 然後我大概整理出了幾個可能的因素 就是他們會用比較大的籠子 然後占棍都釣蠻高的 因為鳥的習性 天生習性就是會往高處載 那因為它的平行視線沒有辦法看到飼料 飼料在底下 所以它如果平行視線看不到 它沒有辦法直接注意到飼料 可能就不會一直去吃 然後再來呢 它有時候也會在籠子裡面放一些玩具阿 娃娃之類的 那如果以血池階段的鳥來講 我會建議最好就是讓它 有辦法直接注意到飼料 它玩的東西就是飼料就好 這樣效率相對會快很多 然後血池階段最好就是排除所有 會影響到它其他注意 分散到它注意力的東西 那其實我們在養幼鳥 我們不會在裡面擺玩具 真的你在養很大量幼鳥 它就很單純飼料跟水 它其實每一隻幼鳥在成長上 比較不會有問題 因為所有的器具 你越多的話 它其實沾連到大便的機率就越高 然後沾連到它又在那邊咬 所以籠子盡量保持 包括以後它撐鳥 要給它玩具也是一兩個就好 對啊我前面有一部影片 專門在講這個東西了 那相信大家看到應該會有一些改變 或者是做一些調整 但是我知道還是會有些人講不聽 可是這種東西呢 有時候講不聽的人 可能是真的出了狀況 你才會學到教訓 那我也是希望說 我們會講出來是希望說 大家不要去遇到這一類的狀況 因為新手在養鳥都會幻想 我要對鳥很好 但是這個幻想下去的太過頭的話 它造成反效果 其實越簡單去生活是越最好的 那個其實也不見得是它真的需要 那只是你想像覺得 它幻想 因為進去瀑窩很可愛 它不進去你要不要進去 對不對 它不進去怎麼辦呢 我看過有些人 它就覺得鳥一定要睡瀑窩裡 然後它買瀑窩 鳥不進去 它硬把鳥塞進去也有 對啦 所以都是人造成這個意念 想要它做什麼 幻想這個畫面 對啊 所以其實簡單一點 會對鳥最好 我覺得這樣有點變態耶 就是強制說 我買你他媽就一定要給我睡 你不睡我就把你塞進去 我媽買了一個三角布 掉在床那邊叫我每天要睡覺 我就跟她翻臉 超變態的 那今天就先拍到這邊 如果想要獲得更多資訊 可以去追蹤我們IG 或去FB粉專按個讚 然後喜歡這部影片 記得按讚分享並且訂閱 不要忘了開啟小鈴鐺 那就先到這邊啦 掰掰 掰掰 跟著我 無數可思量 您的這一家選擇